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高 前两天我们讲罗斯贝尔事件的外星人访谈录的时候 这个影片中的外星人曾提到 他来自一个宇宙文明叫Domain 就是统领地 他说他这个文明是宇宙最高等级的文明 那么今天我就来讲讲什么叫宇宙最高等级 那么根据目前最流行的宇宙等级分析方式 叫卡尔达肖夫指数来分类的话 宇宙文明总会分为八个等级 在介绍这个八个等级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卡尔达肖夫 卡尔达肖夫全名尼古拉卡尔达肖夫 是前苏联的天体物理学家 出生于1932年 在2019年刚刚理事 想念87岁 是前苏联最有名的地外文明探索方面的人 也是前苏联和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就是俄罗斯最顶尖的天文学家 事实上前苏联探索地外文明 要比美国还要走 那么这个卡尔达肖夫指数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在1960年的时候 加州理工学院曾经在宇宙中发现了一个强大的无线电波源 叫做CTA-102 就在天上发现了一个像星体一样的东西 但它很奇怪 它的红移植很大 但很亮 而且发出超强的无线电波 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红移植大就代表它离我们很远 它在宇宙的边界 但是它很亮 这不就很奇怪吗 因为我们远一个暗 证明它发出能量特别的巨大 什么东西能发出这么强大的光 目前是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管这个东西叫做类星体 像一颗星 但绝对不是星 绝对不是 是什么不知道 关于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 目前有七八种假说 有人说它是一个超大的黑洞 就是黑洞不断吸收能量 虚受光 把光都聚到它身边 它就很亮 而且黑洞大的时候 就会往外辐射电磁波 所以看上去就很远但很亮 还有人说它压根就是一白洞 白洞就是理论上存在的 但现实中没有发现的 和黑洞性质相反的这么一种洞 黑洞吸动一下 它往外喷动一下 所以特别亮 还有人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反物质 就是所有的反物质都集中在那个地方 然后正物质过去了就和它相撞了 就湮灭了 发出巨大的量 所以看上去特别亮 那么这个卡尔达肖夫研究了这个星体 三年之后写了篇论文 说这其实是一个宇宙超级文明的灯塔 就算宇宙超级文明 它们的飞船飞向宇宙各个地方 所以需要一个灯塔 告诉你家在什么地方 就这么个作用 它能照亮整个宇宙吗 就这么个东西 这么高级的文明需要灯塔吗 再高级的文明也有它未知的领域 今天我会讲到这个问题 终究会走到边界 也是需要一个灯塔 而且这个文明一定非常强大 根据黑暗森林法则 赶利灯塔的一定是宇宙里面最强的文明 卡尔达肖夫这个人是坚信 由于宇宙高级文明存在 这不是他的想象 他是根据合理性来推断的 他说宇宙没有边界 多少颗星都不知道 只有地球一个文明不合理 如果不光有地球文明的话 那地球是第一个文明也不合理 如果有第二个文明 那比我早个十几二十一年 也都很正常 所以他坚信宇宙中 一定存在更高等的文明 那么这个更高等的文明 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卡尔达肖夫认为 不论是什么类型的百姓人 你是说他是人型的非人型的 液态的气态的固态的 也就是像石头一样的 甚至是没有形态的 精神体也都可以 他们都需要同样一种东西 就是维持他这个生命 或者维持他这个文明 就是能量 所以能量就是一个文明存在的根本 当然也是生命体存在的根本 而且随着文明发展 它消耗的能量必然越来越多 所以使用能量越多的文明 通常就是越发达了 使用越多越发达 越多越发达 这跟使用能量的转换率 是另一个概念 就是从总量来说 越多的话就是越发达 就是什么感觉 比如说城市里用灯 肯定用的多 但是非洲原始部落 就不怎么用灯 通过用灯的多少 就能判断出 哪个地方发达 哪个地方不发达 这样一种感觉 那么根据一个文明 每秒钟消耗的能量 或者说它产出的能量 就可以用一个公式 给它算出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就叫 卡尔达消夫指数 根据卡尔达消夫指数 它把宇宙文明分为三个等级 就一型 二型和三型 后来随着人类对宇宙的 认知越来越多之后 又扩展了几个级别 所以目前总共八个级别 从零级开始到七级结束 我们地球现在是几级 我们现在是零到一之间 零级文明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八个等级 首先零级宇宙文明 叫做地球文明 我们人类目前就处于零级 在宇宙尺度下来看的话 人类文明就是一个 刚刚诞生的 处于婴儿阶段 虽然我们已经觉得 我们挺发达的 你看我们还有宇宙飞船 到月球附近去转一转 但其实在宇宙尺度来看的话 我们就是什么都不会 原始文明 那么根据卡尔达消夫指数 要达到一级宇宙文明 这个文明整体每秒钟 要产生 10的16次方瓦的能量在下 而地球目前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纪的 最新的2021年 全世界一次能量消耗总量 为595.15I9 那么把它换成 每秒产生的能量 是1.89乘以10的13次方瓦 然后再把这个数值 带到这个公式里边去 就可以算出卡尔达消夫指数 是0.7276 这就是我们目前人类的文明指数 0.72多一点 距离一级文明 还有0.27 自从70年前 有这个世界能源统计以来 人类产生的能源 每年基本上都在稳定的增长 大概每年增长20%左右 就说明我们人类文明 是在不断进步的 按照这个速度来算的话 感觉要达到1不难 但其实这个卡尔达消夫指数 每增长0.1 需要产生的能量 原先都10倍才进 所以按照目前的速度计算 人类要达到一级宇宙文明 至少需要200年 也就是2222年的时候 人类就可能达到宇宙一级文明 当然这是按照平均速度来计算 理论上发展应该会越来越快 所以有可能不用200年 甚至几十年就能够 那么零级宇宙文明的特点 就是使用能源 主要是地球上原有的化石能源 比如说石油 煤矿 天然气 好 那么200年后 人类可能达到了一级宇宙文明 也叫做行星文明 行星文明的特点 就是主要使用能源是核能 但是和我们目前使用的核能是不一样 我们目前使用的核能 主要都是核裂变的 核裂变产生能量的效率很低 而且产生大量的污染 而一级宇宙文明使用的主要是核具体 为什么它一定要使用核能 是这样 就是使用木头的文明 它就造不出火箭 就是木头你烧多少 也不可能把火箭推上去 而我们现在使用火箭 是使用轻而燃烧的燃料 就是最快的速度 也就是把火箭推到每秒15公里左右 已经是极限 而且我们这个火箭上搭载的燃料数量是有限的 烧几十分钟就没了 剩下全靠惯性 这就飞不了很远 所以如果要飞离太阳系的话 必须有一个瞬间能够产生大量能量 而且非常持久 就一点点就能产生很长时间 这个推动力才行的 这种能源 就只能是核的 那航海加号 都已经出了这种 对啊 它是靠惯性 加是引力弹弓的 不是靠自己推进力的 咱们讲一种推进的方式 一直能把我们推出太阳系的话 那必须有一个持续的能量 烧过几万年都烧不完 那你才行 这就是核能 所以核能是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 但是它必须是核聚变 不能是核聚变 大家知道太阳就是核聚变的 燃烧了已经46亿年 而且还能燃烧40几亿年 这对我们人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无限的能量 而且核聚变产生的能量 要比核聚变大很多 辐射也要小一些 还很安全 地球上核聚变的材料也比较多 就是水 不需要油 油是比较有限的矿物 用完就没有了 这个我们在以前的免费能源里面 有介绍 那么去年年末的时候 有个大新闻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 就是美国劳伦斯利夫摩尔国家实验室 实现了人类首次的有效的核聚变 什么叫有效的核聚变 就是第一次输入的能量 比输出能量小 以前核聚变做过很多实验 都是需要更多的能量输进去 才能产生一点点的能量 这就不行 这是第一次 用了一点点的能量 产生更多的 大概什么比例 就是我用了1的能量 产出了1.5的 这就无限了 就是我用1产生1.5 1.5就产生1.5的1.5 1.5又可以产生1.5的1.5的1.5 你懂吗 就一下连锁下去了 所以我用1就产出无限度的能量 当然目前只是实验阶段 但即使不能够立刻实用化的 过个十几二十年 甚至五十年能够实用化的 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一旦实现了实用化 我们直接就进入了1级内 所以五十年之内 如果实用的话 那就不用到200年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核聚变如果实现了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人类任何其他能源形式都不需要了 什么石油煤 风力发电 水力发电 太阳能 还有什么现在很流行的 新兴的再生能源 都不需要了 所以中东那边的国家 特别关注这个事情 因为一旦它成功了 很多国家的经济支柱就没有了 当然了 紧张也不仅仅是中东了 这个东西一旦实现 所有现有能源公司 全都回修了 所以可以想见 首先掌握这个技术的国家 它的发展一定是一夜之间 领先其他国家几十身上百年 因为它有用不完的能源 如果它不把这个技术 分享给其他人 你都像它没能源 你烧没肯定烧不过它 就发展的速度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国家 一夜之间就可能统治地球 它第一个进入一级预弱 也是0.72 你能打过它吗 差距几百年 宇宙文明不得是 整个星球的技能在线 对 就看这个国家 要不要分享一个技术 它可以独占 你都在向它买能源 所以这个世界 有可能真的再一次 改变世界的格局 这就像当年的登月室一样 它一出现 把所有人都打敷了 那现在有几个国家 掌握这个技术 现在就美国这个实验室 当然其他国家 肯定也在努力 这个和原子弹是不一样 就是美国第一个 出了原子弹 其他国家努力 原子弹很奇怪 就是消灭人类的武器 大家互相竞争没有意义 但这个是能源的 竞争还是有意义的 那么达到一级文明之后 我们宇宙飞船 就可以飞到太阳系的 任何角落 我们也可以把人 送到任何行星上面去 当然太阳系内的 那么当然也不仅仅是 动力推进 这方面的一些进步 由于一级文明 产生了这无限的能源 会让AI大幅发展 所以很多疾病 会瞬间被攻克 那么我在2040 未来预测的影片中 也提到 癌症可能在2014年 被攻克 前提就是 AI的强大计算为基础 所以在2040之前 如果人类能初步 实现能源自由的话 2040人类不死 实在是有希望 那么通常一级文明 发展个十万年 到一百万年 就进入二级宇宙 对对对 这还是需要花久一点时间 为什么 就是探索的范围 也得变大 不仅仅在地球上 我们现在在地球上 以后又要在太阳系内部 二级文明 也叫恒星文明 恒星文明 使用的主要能源 是星球所在的 星系的恒星的能力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太阳 刚我们一级文明的时候 已经可以核聚变了 还有太阳 这你就不懂 就是说 在地球上实现的核聚变 终究是有规模上的限制 还是有限制 你不可能造出一个太阳 而且终究也是要燃料的 虽然我们说水很多 好像取之不尽 用之不安 但是也仅限于地球上 这些水 所以一级文明 发展个十万年左右 就说 这个时候能源就有点不够了 为了维持科技的发展 我就必须利用太阳能力 要怎么利用 我们讲过 戴森球 对 年纪的 就是用个戴森球 把太阳裹起来之后 利用它所有的光合 当然不用完全封闭式 其实是用戴森环 用几个戴森环 把它扣住就可以了 戴森是著名的 美籍英国裔的物理学家 2020年刚刚离世 小年96岁 戴森球就是它的一个设想 戴森一辈子提出了很多 非常有意思的设想 比如说戴森术 还有逃离热街的方法 就是我们在宇宙一生影片中 有提到 宇宙最后一定会热祭 就是宇宙会死掉 所有的生命 什么都会死掉 伊隆马斯科也曾经说过 反正宇宙最后 都会热祭 所以研究永生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戴森说 其实是有逃离热祭的方法 实现真正的永生 究竟怎么逃离 以后我们专门做影片 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二级文明 在发展个几千万年之后 就到了三级宇宙文明 三级宇宙文明 叫星系文明 它使用能源 和二级文明使用能源 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都是恒星能源 但是二级只使用一颗恒星 就比如我们太阳 它使用星系里面所有恒星 对我们来说 就是银河系里边 一千一颗恒星左右 它大部分应该都能用 那么在三级宇宙文明 刚出现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标志性的技术 就是反重力技术 我们以前发现的一些 反重力飞行器 UFO之类的 就说明这个外星文明 至少是三级宇宙文明 除了反重力之外 三级宇宙文明 还会出现一个技术 就是应用虫洞 我们以前在宇宙有多大的影片中 也有提到说 人类想要靠光速飞出银河系 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离银河系 最近的边界飞出去 以光速飞出去 也有2.5万年 我们不可能活2.5万年 所以即使靠光速飞出去 也是没有可能的 出去唯一的方法就是 就是靠空间折叠 一瞬间就出去了 就是超光速飞行 关于虫洞 以后我们专门在影片 给大家讲解了 但是三级宇宙文明 是不能够自己制造虫洞 只能够利用虫洞 就是在宇宙空间中 突然发现一个虫洞 我利用一下是可以的 但是我自己造不出来 为什么造不出来 是因为虫洞 想造出来一个不难 但是想维持很难 需要超大的能量 这不是一个星系的 所有恒星的能量 用带森球收集回来 就可以维持住的 就要到4G以上 才能维持住 这种宇宙文明体 像人类 使用火 然后使用工具 对 制造工具 其实文明的发展也是这样的 一开始只是能够用 后来才能造 所以三级宇宙文明的 虫洞技术 就是应用虫洞技术 并不是制造虫洞技术 类似于什么 就是星际效应的影片 解决地球的时候 突然发现 土星周围有一个虫洞 别人放在那 更高等级的文明放在那 你只能用 但是你自己造不出来 那么在三级宇宙文明的时候 人类应该还是有躯体的 还是有肉体的 只不过通过 非常发达的基因技术 人类躯体几乎不会生命 寿命非常的长 就是这个肉体 已经能够用到极限了 究竟多久不太知道 但是同样 因为基因技术的发展 三级宇宙文明的人 应该长得都差不多 因为基因技术 要不断弃出 你基因里边 有害的不好的东西 不断地去改良它 但改良的方向 应该都是超级一个方向 所以大家长得 应该都差不多 长相也会差不多 长相也很有可能差不多 那这么不停地修复的话 万一有一个漏洞 不就团灭了 对 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都往同一个 好的方向发展是没错的 但是渐渐地 就可能出现一个致命的风险 现在我们这个情况 就是自然发展的话 就是防团灭 但是你人类一旦插手 一旦改造了 防团灭极致就没有了 那么卡尔达修复指数 在20世纪60年代 就是刚一推出的时候 就到三级宇宙文明 就结束了 他认为不可能 有更高等级的文明 到这已经很牛了 但是后来随着 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越来越多 目前又扩展出来了 四个等级 那么宇宙四级文明 叫做宇宙文明 那么虽然叫宇宙文明 但其实宇宙文明 并不能够使用 全宇宙的能量 而且它也不是三级文明 一个简单的扩量 三级文明 就是能够把所有的恒星 都能够带身球 吸出的能量 四级文明不是这样 四级文明使用的主要能源 是超新星爆炸 是这样的 超新星爆炸 我们前天专门做影片讲过 就是一个巨大的恒星 死的时候 它会一下爆掉 产生巨大的能量 它这个能量 相当于一个恒星 一辈子产出的 所有能量的核 所以四级宇宙文明 就收集这个爆炸 所产生的能量 这个效率 要远远高于戴森球 戴森球要用几百亿年 把这个能量收起来 它一秒钟就收了 懂吗 不用搭个戴森球 我都等个几百亿年 这太慢了 就等爆炸 哪会有爆炸 我就去等着 一咋就收过来 就完事了 几百亿年就省了 都光明花 对对对 差不多 就是看哪块熟了 快好了 它都知道 现在我们其实也 大概知道哪些恒星 快要死掉了 它就等着 不用挨个去挂戴森球 太慢 所以四级宇宙文明的生态 就是利用虫洞技术 在各个星星之间 不断的串流 寻找超新星 采集这个能量 拿回来用 像个电池一样 一下充满了 到下个地方 一找个电池 一下充满了 就可以用在以后了 感觉就是 家里有很多 有钱的奇迹 不停地去 继承遗产 有点容易 它不用每天 上人家去要钱 给我一点吧 给我一点吧 不用 就等你快不行了 上里面带着去 那么目前认为了 人类达到 四级宇宙文明之后呢 才会第一次实现 意识和肉体的分离 就是在2040年左右 意识和肉体 想分离 可能有难度 想分离可能不难 就是说 把意识抽离出来 拷贝一份 放一个机器 可能不难 但是你要把它 完全抽离出来 让它能够存在 像一个真正的 你活着的话 维持这个意识的存在 非常大 而且从四级文明开始 就可以创造零级文明 这个好牛啊 对对对 所以四级文明呢 其实就是我们 所认知中的神 那么四级文明呢 由于它需要在星期间 不断地串流去 收集这能量 最终呢 它是可以达到 宇宙的边界 它还出不了 宇宙的边界 它能到达宇宙的边界 宇宙的边界吗 应该是有的 虽然我们现在 没有观测到 宇宙边界 但是应该是有的 按照这个分级的话 也能看出是有的 一会儿我给讲 宇宙的边界之外 有什么 当四级文明 第一次突破宇宙的边界 到了宇宙之外之后呢 它就升到 第五级文明 因为它出去之后 会发现一个事实 就是宇宙之外 还有另一个宇宙 所以这个宇宙分级啊 是承认平行宇宙存在 在宇宙之外 还有另一个宇宙 所以这个五级文明啊 叫做平行宇宙文明 那么五级的平行宇宙文明 它使用什么能源呢 就是白洞 白洞 对 白洞我刚才讲了 它是爱因斯坦预言过 存在的一个东西 但目前还没有发现 黑洞也是当初 爱因斯坦预言发现 但白洞还没有发现 白洞啊 应该是黑洞另一端 就是黑洞吸进去之后啊 从白洞里面往外喷 它在平行宇宙里面 就我们这个宇宙里 都是黑洞 那平行宇宙啊 就应该是都是白洞 往外喷 在平行宇宙里 有这么多白洞嘛 它这个喷射出的能量啊 就不是刚才那 超新星爆炸可以比的 比的 比的太大太多了 就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一个星系 所有恒星能量 总和的1400万倍 它每秒的 发出这么多能量 一个星系的 对 所以给它造个戴森球 这个能量就相当于大了 那么这个五等平行宇宙文明啊 就从白洞吸取能量 来实现什么 平行宇宙之间的 冲动转远 它要在平宇宙之间啊 架设冲动 就需要那么大 通过这个冲动呢 就可以到 另一个平宇宙去啊 我想知道这些高等文明 它们每天在干什么呢 那怎么生活呢 其实是 我估计和我们差不多 只是我们的距离 从家到公司 它们变成好像冲动的一段到另一段 它比如说在这个宇宙上班 在另一个宇宙睡觉 听这种感觉 而且它们个头可能更大点 它们无法意识到 我们存在的可能性是 我们比如说 我们是个蚂蚁什么的 更关心我们的死活 这种可能性是有 而我们又无法意识到 它们是一种生命体的存在 那么之前那个 罗斯威尔事件 外星人访谈录的影片中啊 这个外星人说 它来自同领地嘛 这个同领地呢 应该就是五等的平行宇宙文明 因为它说了 有其他平行宇宙的存在 而且在宇宙之间穿越的时候呢 记忆就会中断 就是说你不会有 另个宇宙的记忆 你在这个宇宙的记忆是连续的 在另个宇宙的记忆是连续的 有点像都从人格分裂一样 就是这个人格的记忆是连贯的 另个人格的记忆是连贯的 那既然它知道这件事情了 就说明它这个文明 是可以在平行宇宙之间穿越的 那能被我们抓住 它没有被我们抓住 它是故意留下来的 是吧 那么有细心的观众 可能会注意到一点怪怪的事情 就是它说它是 宇宙里面最高等级的文明 但是我们现在讲到五等 它表现出了像一个五等文明 难道它是在吹牛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五等已经是这个宇宙里面 最高等级了 我接下来要介绍的六等跟七等 根本就不在这个宇宙里面 所以它没有吹牛 五等就是三维世界里面 最高等级的文明 那这个访谈度 跟这个宇宙文明等级 是谁先出来的 访谈度先出来的 当然这本书是2008年才出来的 所以如果这个访谈 真的是1947年的事的话 那就比这个和分类要早 这就不好说 对 这就不好说 关键问题是这样 其实这种事情就相当于证明 你存在是一样的 根本证明不了 因为你就是一个主观存在 所有的客观 你认为客观存在 你一时产生了怎么办 你没法证明 没有办法递归 对对对 就是没有办法递归 你找不到任何物证 就这个意思 全都是口供 那么第六等级的宇宙文明 叫做多维宇宙文明 多维度 它在其他维度上 就是当五级平行宇宙文明 第一次发现 穿越维度的方法的时候 它就升到六级 当然这个多维宇宙文明 也分为三维的 四维的 五维 六维 七维 一直到十一维为止 还分得不够 对 所以这个多维度文明 也分为九个维度 如果每个维度 都有六档文明了 就零到五的话 那么应该有 五十四个文明的等级 这话跟蒲克牌是一样多的 就是最高等级 十一维度的最高等级的话 就是大王和小王 也就是什么大鬼和小鬼 而我们现在呢 是在零等 最低等最低等 一等还不到 所以蒲克牌里面的伞 真的是伞 目前认为 维度要上升的话 就是从五等到六等 要升一个维度 维度要升升的话 物质是不能一起过去的 物质有自己的维度属性 我们现在这个物质都是三维的 和思维的物质是不一样的 上不去 只有精神能上去 灵魂能上去 而灵魂呢 应该是像重力一样 可以在各个维度之间穿越 它没有壁垒 就说维度唯一组合的就是物质 而灵魂要上升维度的话 唯一方法也是需要能量 超巨大能量才能提升 那么当意识上升一个维度之后 就是到了六等文明之后 这个意识所意识到的世界 就和现在的意识不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的意识呢 是受到躯体啊 受到时间啊 受到物质的局限性 那上升一个维度啊 这些都变了 时间变成固体了 你也没有躯体了 所以这些限制都没有了 你可以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传实 你所具备的知识也无限大了 所以整体来说 就和现在感知完全不同了 那可以降维吗 也可以 降维就是啥一点 那一手上去觉得 就没有能够用自己 可能也可以 因为灵魂不受到维度的限制 所以高维度对于宇宙的理解 应该和我们相对 而且高维度是可以控制低维世界 所以四维宇宙文明 是可以创造和控制三维宇宙世界 十一维就可以创造下面所有的世界 好 那么十一维度的六等文明 是不是就是最高了 其实不是 因为十一维度的最高文明 仍然无法解答一个问题 就是 是谁 就是这个文明究竟是谁创造 它从何而来 我们这个世界从何而来 这个宇宙从何而来 不管是多层宇宙 还是十一维度 谁创造的 解答不了 所以创造这一切 才是最高等级的文明 就是七级文明 创世神闻 也叫造物主文明 但是造物主是哪里来的 哎 你听我讲 造物主文明其实并不是一个文明 它就是存在本身 就是这个世界里存在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维度 所有的精神体 它都是造物主本身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大圣灵 就说我们这么看来 是每个不同的个体 不同的灵魂 但其实在造物主内层 我们都是一样 都是一个个体 全世界就是一个东西 这一个东西也是全世界 就是所谓的 一级是全 全就是一 不是炼金术 对 这个思想最早就从炼金术 那个翡翠石上出现 就是传说中有个翡翠石 就是炼金术啊 它核心思想在上面 上面第一句话就是 一即是全 全即是 所以炼金术实际上 有可能已经理解到 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是真的 对 就是说这世界 任何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都一样的 没有区别 好 这就是所有宇宙等级 那么讲了这么多 我们人类目前为止 是否发现过更高等级的问题 其实发现 真的 就是怀疑似 这个事情呢 发生在2015年 NASA的开普特太空望远镜啊 在天鹅座方向 发现一颗诡异的恒星 命名为叫塔比星 塔比是发现这个星的科学家 塔比星距离地球1480公里 在天鹅座方向 这个星有什么诡异的 就是它的亮度变化非常奇怪啊 我们在第二个地球的影片中 曾经介绍过 就是寻找地外行星的方法呢 叫做零日方 就是当有行星通过 恒星前面的时候 这个恒星亮度就会 发生点变化 就知道有行星过去了 通过它光线下降了多少呢 就能算出这个行星的大小之类 通常认为行星是按照 一个固定的周期 绕恒星旋转的 所以这个恒星亮度降低 变化也好 也是有周期的 但是呢 塔比星的亮度变化 没有回忆 不仅它的亮度变化量 没有回忆 它的周期也是没有 一开始NASA 以为开普特望远镜坏了 后来很快对比 其他观测数据发现开普特望远镜 没有任何问题 后来呢 就查了一下 这颗星以前的观测数据 发现的更诡异的事情 就在2011年3月5号的时候 它发现啊 这颗星的亮度 突然降低了15% 两年后 2013年的2月28澳 还有4月27号 这颗星的亮度 突然降低了22% 这个呢 就绝对不是行星引起 因为啊 地球经过太阳前面的时候 太阳的亮度 仅会降低0.01% 而木星 这么大一颗星球 直径呢 是太阳的十分之一左右 一个行星 经过太阳前 太阳的亮度 只会降低1% 它降低22% 就说明 遮挡它的这个东西啊 直径应该在 这个恒星直径了25%以上 而它比星 比太阳大很多 就说明遮挡这个东西啊 至少有4个木星那么多 而木星 只要再大一点点 就会变成恒星 它就会发光 而遮挡它这个东西 不发光 还这么大 这就很奇怪对不对 所以后来天文学家提出很多的假说 想要证明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全部都被否定 而目前唯一无法否定的可能性呢 就是这颗星外面有戴森球 就是如果是个人造物的话 它的这种亮度变化是有可能的 戴森环嘛 这个环是什么角度的话 可以任意调整 自然现象都是有周期性的 就应该周期性的变化 它是任意变化就不行 所以现在用自然现象解释不了 如果有戴森球的话 这个文明至少是二级文明 或者三级文明 不会是四级文明 我说了四级文明 靠超新星宝站来 不架戴森球 所以二三级左右吧 那么这个地方究竟有没有戴森球呢 后来很多年 就是到今天 就很多天文学家 还有这个观测站 都对着这个星上在这看 结果在2021年的5月17日 自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论文 就是中国四川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从天鹅座方向 就大概那个星人方向 接受到530段超强宇宙射线 这个宇宙射线有多强 是人类观测时以来 最强的宇宙射线 是这样 其实宇宙空间中 总有宇宙射线 各个方向的 到处都是 但是绝大部分宇宙射线 都非常的弱 照到地球的时候 就会被大气层所吸收 所以到地面 几乎就没有能量 想观测到都很难 所以我们要到宇宙里面去观测 你可以把宇宙射线 想象成下雨 就是地球不断地在下雨 但是大气层是把伞 所以就挡住了 你不管雨大雨小 反正这把伞就挡住了 但是这次检测到宇宙射线 不是下雨 而是子弹 打在地上会有一个坑 只是它很小 没有真的打到坑 而这个宇宙射线 基本粒子中 含有大量的光子 说明它不是普通宇宙射线 而是一道激光 光子有个特点 它不带电荷 所以不会被磁场所吸引 太阳风带电荷 所以会被两极吸引 产生激光 宇宙射线大部分都在有电荷 光子的宇宙射线没有电荷 所以它就直挺挺 打在地球上 照在地球上 这就更加诡异了 因为它从1400光年之外 照过来 一道直挺挺的射线 就照在地球上 这只能说是巧合了 那偏一点都照不到地球上 就照不到四川那地方 其他地方没有 所以它不是一个 大范围的一个光闪过去 就是一道激光打在地球上 这个信号 不管是强度还是方向 都非常的不自在 人类目前是不具备 因为发射如此强信号的能力 如果要发射的话 至少也要到宇宙二级的能力 所以有人怀疑 这段光信号中 可能隐藏着高等能力的 某些信息 只是我们还没有 做解读出来 而这个光来自的方向 就和戴森球的方向 是同一方向的 所以天鹅座那边 很有可能有一个二级以上 而且它知道地球是 所以一个直挺挺光 打过来 告诉你一声 我看见你了 他都有担心球了 他应该不需要 我们这里想球的能量 应该不需要 但是他就是想告诉一下 我发现你了 我知道你了 那是好意的呢 有可能是好意的 但是我们不能回应 过去 对对 一方面是我们的信号 发不过去了 另一方面回应了之后 对方可能会以为是一种挑衅 我不说了吗 人家问你 你瞅啥 你不能说 瞅你咋地 这不就打起来了吗 不回应就完了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